火箭少女团唱功前五强,杨超越位上榜孟美琪第二,第一大家心服口服。 创造101的前身是偶像练习声,这两档综艺节目也都是有着很好的收视率,并且C位的热度也一直是居高不下。 现在蔡徐坤的粉丝也是已经破千万了,和她相比孟美琪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? 今天小燕子要来说的是火箭少女团唱功前五强,杨超越位上榜孟美琪第二,第一大家心服口服。 火箭少女团成团之后,因为这个团名也是一直遭到网友的dis,但是久而久之网友也就慢慢的习惯了。 首先火箭少女团唱功垫底的一位是Sarney,Sarney非常努力,在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她就参演了网剧,并且还为网络综艺献唱过主题曲。 她的唱功大家也是知道的,很有特色,就像她的人一样,相信以后的她也会越来越好。 第四名是李子婷,大家对于李子婷的高音应该是毫无争议的,在舞台上也已经见识过。 而且小燕子觉得她唱歌的时候很有爆发力,音也掌控得特别好,也是101女孩中唱功很突出的一位歌手,高音部分完全是能驾驭的。 第三名是赖美云,她一直很喜欢Cosplay,本人也是十分的二次元,喜欢她的粉丝应该都是知道她这个爱好的。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赖美云的男粉丝是非常多的,同时她的唱功也是毫庸置疑的,无论什么曲风都能演绎的很好。 第二名是孟美琪,孟美琪是许多人心中的全能型队长,她不仅能歌善舞,而且边唱边跳也不带喘气的,毕竟她在韩国也当过很久的练习生,无论是在唱歌还是跳舞方面都得到过训练,所以综合实力也是非常强的。 同时作为C位的她无论是哪方面都是足以服众的,你们觉得呢? 第一名是段奥娟,她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,毕竟唱功是十分了的,许多人对于主唱在段奥娟和李子婷之间也是很难抉择,但是小燕子觉得李子婷在高音方面确实非常有天赋。 但是综合来说还是段奥娟更胜一筹,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讨论与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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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踌� iż 嗳ds 我 Zeiggle headed